大家好,我是米娜 大家好,我是世凯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了,我们准备也要跟波兰说再见咯 对,没错 我们要去搬去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对,我们要帮我们的小家 对,是一个很冷的地方 那我们第一站会先去挪威的奥斯路 在那边待一小段时间 只是为了转机而已 对,那今天我们也很好奇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我们的疫苗护照 啊,没错 出国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护照 所以才可以现在出发 对,我们也很好奇 到底是不是有了这个护照 你就可以在欧洲畅行无阻呢 今天我们也会做一个实验 好,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搬家吧 出发吧 那我们运气算是有点不好 因为现在华萨中央火车站 到机场的铁路在维修 原本我们家可以直搭的 但就变成我们中间要下去再转公车了 是,所以也没有办法 比较不方便 到中央火车站了 去搭公车 很可惜这次就只能这样做 准备去机场 结果现在刚好是我们的首播时间星期六 台湾时间晚上八点 所以我们一边等公车一边看首播 没有办法 对啊 希望不会错过公车 没有火车真的蛮方便的 因为公车上都没有地方放行李 所以我们要这样 好好抓紧行李 好好抓紧行李 好,我们到机场啰 等一下就来 check-in行李 是,准备我们的护照 看看我们的疫苗护照有没有用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台湾的新版护照 然后我们也发现一个差别 我们大概几个月前来的时候 他还有那个量体温的机器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他完全就是看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然后决定你可不可以登机 然后那时候好像也他们限制 只有打飞机的人可以进去 现在好像蛮随便的 大家可以随便进去 真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恢复正常 好的,check-in完啰 耶 有疫苗户都知道真的好方便哦 在很多欧洲的国家 他们觉得你打了第二季 以后要等两个星期才算是完整的 对,那我们有超过啦 所以就是现在他们就很相信我们 这样子 是 所以很自由啦 我们就可以直接飞去挪威了 对,我妈妈笑以为就说 为什么你们总是选这么冷的国家 没有办法 要过安检了 那因为下一站我们要飞的也是深耕区 所以照理来讲我们不用再检查护照 嗯,对啦 但是因为现在他们要看我们的那个 所以很难讲现在的限制是什么 规定是什么 老婆拿什么 那爸爸贴心准备给我们的三明治 谢谢 每次搭飞机前爸爸都会准备这样的三明治给我们 你用病准备患 这是疫情状 您等待在位置后 您可以先看好 您在网络的 您已经在评设到这里 您必须的 您好 吧 谢谢 谢谢 我们快幸福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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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登机了 我特别订前面的阅密 然后有幽闭恐惧症 没有,我就是不希望在后面 因为一,我可以看到那个飞机多小 在前面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比较有空间感 然后二,它就是降落之后 大家都会又有习惯 马上站起来 然后这样我又那种卡在后面的感觉 蛮恐怖的 所以谢谢老公这么贴心 但欧洲很多这种短程的 就是这种小飞机啊 我们今天大的是E-170 算是蛮常见的欧洲短程小飞机 嗯,谢谢 好,这个两个小时就飞到了 我们忍耐一下 令它超级紧张 害怕飞机起飞降落 所以刚刚一直闭眼睛都不敢看 是搭飞机的搭飞机 这边还是有送食物哦 他们有送这种小面包 有苹果口味的 这是同心菜的 对,所以虽然是两个小时的短程飞机 而且有这种小食物 然后还送上一杯水 没有给你选了什么茶咖啡 没有 就是水 然后最后还送了一个小甜点 巧克力 我发现了他们跟他们的座 跟人家公司已经很久了 对啊 所以你来搭波兰航空 都可以拿到这种小巧克力吧 对啊 还可以吗 就是巧克力 我们准备要降落咯 已经可以看到陆地了 好快 在欧洲搭飞机 去其他欧洲的国家好方便 对,但你可以发现植物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才飞两个小时 好不轻人 到奥斯陆机场了 这个机场也蛮空的 好 对啊 人好少的机场 什么事物也关了 蛮简单的一个机场 这是北欧风格的那种 对 北欧风格就是东西很少 好,我们现在要去拿行李 应该不用检查护照啦 因为都在深耕区 好的问题 对了 不会进行我们的COVID护照吗 不太确定 我们来看看他们检查的严不严格好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行李 那我们是第九 行李,行李 在这里吧 我的 你的 哦哦哦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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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需要健康吗 还是他们有点香气吗 那是我的 香气 是吗 哦是吗 诶是吗 真的 今天台湾的太多 哦真的太好笑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准备我们的COVID護照 因为我们看那边有两个门 一个是红色的 然后说你没打过一秒两几 然后另一个是绿色的 然后说你打过一秒两几 然后有一个穿着军人衣服的人 他就问我们 诶打过了吗 我说打过了 然后就直接放我们过去了 完全没有看我们的证件 然后我们拿这个证件去看 嗯 没有人会检测确认吗 这个太奇怪了 他们真的是好自由好轻松哦 有啊那就拜拜 对我完全没有看你的证件 有 好拜拜就这样 好 所以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真的真的 非常的轻松自由啊 好吧 那我们就去check in 吧 去饭店check in 其实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OSLO的机场 我们上次还是是2016年来这里 对 那之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应该说是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公车了 所以我们订的饭店在不在这里 但没有公车就只能搭计程车 你觉得你很近 就是刚好有什么高速公路 然后没办法走路去的 对没办法用走的 然后大概只花了五分钟的车程 但是竟然要超过2000台币 真的 太夸张了 所以今天我就有学到教训 这次我就直接订机场旁边的饭店 音响非常好 因为我希望那种 舒服的 喔我 喔刚好 怎么会在这里 OK就在电梯旁边 现在我们要看看里面要的怎么样 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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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裡沒有風景 他們會在這裡 好的 那我們今天只會在Oslo待一個晚上 對啦 這沒辦法 這個是我們會住的地方 明天會繼續我們的旅程 所以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吃個晚餐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概只花了五分鐘的車程 但是竟然要超過兩千台幣 真的 太誇張了 然後不但這樣 那時候自己是一個土耳其人 但是聽到我們的中文 他自己也用他的 也不算是流利的 但是蠻會溝通的那種程度 直接跟我們說 其實我也學中文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語言天才應該蠻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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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